素食健康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骗局 我妈妈就是一个连着20年吃素的人 两年前她就开始血压高到离谱 终于今年正月13日她就中风了 我用两个月的时间让她从中风回到走路 就是每一天我给她炖大量的肉汤 我妈身边没有一个人不患心脑血管疾病 全部都是素食团体 中风的都一大群 但是他们被信仰洗脑了 你怎么办 而且尼姑跟和尚去检查身体的时候 医生告诉他少吃点肉类 少吃点动物内脏 他们很无辜的 他们这辈子就没吃过 为什么他们胆固醇还是高 为什么他们还是胆结石 我是看了19年的检验报告的 素食的人他们的检验报告指标里面各项不正常 当他现在中风了以后 我不让他吃素食了 一个素食的人他最容易的就是 各种的碳水化物吃高 碳水化物其实就是大量的糖 而这些大量的糖就会令到血管糖激化 糖激化也就是血管硬化 所以像素食的这种人 他们的这个血管硬化 他们出现的高血压是很难调的 为什么 他们大部分的问题是来自于血管硬化 而不是说普通人的血管呢 有点堵塞啊 或是有点斑块 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吃了碳水过多 所导致的各种肥胖问题 各种心脑血管疾病问题 包括慢性疾病的问题 他们归咎为吃肉 所以素食里面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什么 吃素他们不是纯吃青菜 你知道什么是素食动物吗 库仁贝尔大草原上面的牛和羊 就是从早上赶出去到晚上 那个头都没有抬起过来过 一直在吃那个草 那个叫吃素 而现在人的吃素呢 吃的是粥粉面饭馒头包子 全部都是这些高热量高碳水的精致面食 所以如果是这种吃素 你怎么可能健康 有很多的这个素食馆 他们不是有那个素鸡素叉烧 它基本上都是豆制品 加了一点调味料调出来的 好像吃出肉的这个口感 其实越是吃出的这种口感 越是更多的科技横廓 如果你真的要健康吃素 那你应该跟那头牛和跟那头羊学习 这个才是健康的素食方法 否则的话你很难获得健康 观众大姐带你提高 小红书